各位大德 各位菩薩 阿彌陀佛 今天是我們大方廣言訣修多羅了義經 第21講 那個在這21講裡面 我們依次 有十二位大士依次 向我們世尊 向佛陀請教言訣大法 那個佛陀 有個對十二位大士他依次來問他依次來答 第一位 文書書立菩薩是諸佛的老師 第二位 普賢菩薩 第三位 普眼菩薩 第四位 金剛藏菩薩 第五位 彌勒菩薩 我們剛剛講到彌勒菩薩 那個你有沒有發覺到 這五前五位菩薩 來跟佛陀的對話裡面 我們可以講 前三位 前三位 完全是講頓法 頓法是什麼 是圓絕大法的無上 就是眾生本聚的圓滿 這個法 第一位 文書菩薩 最重要的這段話 就是佛陀跟他講 如來本起因地 什麼叫如來 我們的自信功德叫如來喔 各位如來不是指一尊佛叫如來喔 各位我們如果以個體而言我們稱他叫佛 可是以我們的自信而言稱我叫如來 那因為 眾生本成佛 可是我們還沒有成佛 為什麼 因為本具圓滿的佛信 我們 還有無名 蓋住 所以我們還沒有成佛 可是眾生本成佛 這兩句話沒有矛盾喔 因為眾生的知見 在我們的知見裡面 雖然我們已經知道聽到元絕經我們已經知道眾生本成佛我們已經成佛 可是各位 我們還沒有圓滿的成佛 為什麼 因為無名 我們的習性 還沒有頓出 可這一點一定要清楚 所以各位 他現在要講如來本起因地 本起因地就在因地喔 這個是眾生本據的喔 都是 圓絕清淨絕向 全部都是圓絕清淨絕向 我們的因 就是圓絕清淨絕向 永頓無名 荒蟲活道 可這句話喔 我們還沒有斷無名喔 因為我們還在華裔喔 我們的首之障有兩個障 一個叫里障一個叫四障 我們的里障還有華裔喔 還沒有真正回歸到政治界喔 所以 我們要永斷無名 所以各位為什麼這個過程我們要聽經 一定要按照經論 我們的導師在哪裡 在經論 請各位一定要知道啦 各位一定要了解 不然的話公說公有禮婆說婆有禮 經 是依據 原絕 就是我們的因地嘛 我們本來就原絕嘛 要怎麼樣呢 一定要有一個 知見 知識空花 空花極無輪轉 都像空花一樣沒有輪轉 空花本來就無空花啦 亦無身心受比生死 重點在身心 這跟我們有關的 也沒有身心受比生死 可是今天我們為什麼會輪為生死 因為我們的知見 一直認為 我們身心有生死 重點就在這個喔 各位你會講說 重點就這個 那麼簡單 很簡單 大道自見 可是 習性遮掩 所以很難 各位你想想看 你現在已經知道 亦無身心受比生死 因為身心是空花 身心是空花 經典上告訴我們 的確是這樣子嘛 各位首先不能懷疑金嘛 實際上是這樣子 身心怎麼會真的呢 什麼叫真的 永恆不變才是真的 那各位你見地思考嘛 我的心 這個心不是本心 本心扭曲以後叫攀原心 所以攀原心跟本心 是同一顆心 可是它扭曲了 可是它扭曲了以後 就變成了攀原心 而這攀原心 它怎麼會真的呢 因為它思想在變 會變的怎麼會真的 那個身體 為什麼是假的 各位你去想 我們擁有 跟我們最接近的身心 這個身體跟我們最接近 我們每天最關心它嘛 因為你有一個身心的絕獸嘛 你很關心它 別人在痛 是別人在痛啊 理神同理心 啊這個痛很痛苦 為什麼 別人身體在痛很痛苦 因為你自己身體在痛很痛苦啊 所以這個叫同理心 可是如果你回歸自己的身體在痛 你要去關照 為什麼身體在痛 那是一個絕獸在痛 可這一點很重要喔 各位 我跟你講 因為我是一個重病的人嘛 所以可不可以很清楚 那種身體在痛嗎 可是身體在痛 為什麼還能滑喜 各位這個事不是忍耐的喔 忍耐沒辦法啦 可知道這意思 有些人身心很舒服 無病 無痛 可是還是心情不好啊 各位講 何況 你身心有病痛 怎麼會心情好 為什麼心情不好 在環繞嘛 環繞叫心情不好啊 這個是用簡單的白話 因為你有環繞嘛 為什麼你有環繞 因為 你 把身心當作真實的 你從身心 自己的身心當作真實 從這個身心引花的外在 全部 都會讓你環繞 這樣聽得懂嗎 因為你的震暴環繞 你的一暴一定環繞 那個震暴 我現在舉例 我們的身心 身心是震暴 那個我現在請問你們喔 如果身心這兩個字的話 如果硬要分震暴一暴 身 是震暴 還是心 是震暴 心還是身 心 心又是震暴 身變成他的 一暴 那如果我們現在以身心來當震暴的話 那個所有身心以外的環境 包括 人 事 物 一定稱為叫一暴嘛 所以震暴不親近 一暴一定不親近嘛 震暴環繞 一暴一定環繞嘛 各位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元絕經 講到 蒲眼菩薩的時候 他說 凡事菩薩一定要震 震什麼 震 一切 煩昧 影像故 元絕經 每十位菩薩都是重點 都是我們修行的道法要 所以到普眼菩薩的時候還是頓法喔 可是他跟他講 正 幻媚 什麼叫幻媚 一切 一暴 正暴 不只是一暴喔 連正暴 全部都是煩昧 為什麼 他是空花 所以哥你看 十二個菩薩全部人貫 好中間好矛盾 所以為什麼要聽經 為什麼不能斷章起語 一定要聽經 他整個經典裡面全部貫穿 這個是佛陀的慈悲 是十二位菩薩的慈悲 更要懂得這個 如果沒有他的話 我們沒有依據 我們完全沒有依據 我現在有了啊 有依據啊 而這是真實之力 這個是真實的 這個是實相 不是學一個哲學 因為學哲學不會讓你去除煩惱 可是 什麼叫佛法 能除去包袱的一律才稱的叫佛法 你管他什麼樣寫 你管他什麼作為 就是要除去包袱的才叫做佛法 因為你除去包袱 這個才叫做 永斷 無明 這一點你一定要懂喔 所以不能執著在語言文字的哪一段 還是你的鑑定的哪一段跟人家辯論 可不需要 你要知道你 藉著這個語言文字叫文字剝蕾 有沒有辦法讓你斷除煩惱 這個最重要 如果你學這個以後 拿來跟人家辯論 拿來跟人家示非 哇 那你自己又是是非人啊 所以這個道理一定要清楚啦 佛法 沒有什麼特別是為了要讓你放下而已啦 各位 你現在在看 佛陀在圓訣裡面 雖然叫我們叫做放下 可放下兩個字很容易講 可是 你沒有理論實際的 這些過程 你很難放下喔 那佛陀現在告訴我們 從文書譜賢到譜言 告訴我們什麼 一切都是幻 幻媚 一切都假的 所以你去看 知識空花 極無輪轉 日以無身心 受彼身世 揮作故無 本性 無故 什麼意思 不是你修行來的 不是你很有學問來的 不是我修道 它是影像 不是 本來就如此 重點喔 所以講到這邊 我現在在請問各位啦 佛法是知見 還是 世上的修行 知見 所以 理藏一除 世上就除 你除世上 你理藏沒有除 頂多生文 生文對 圓訣大法而言 還沒有 超出輪迴喔 所以各位我獎金為什麼要用鏡子 因為用鏡子這個最容易嘛 各位 你看我們佛金 也講影像故 勇家大師 鄭道哥 都用影像 辛敬民 見入外 好 各位你去看喔 影像 既然是影像 各位太重要了 既然是影像 如果你不知道它是影像 你要放下 很難 如果你真的 知道它是影像 我請問各位 你會不要放下 會 沒有人 各位 主著影像的啦 所以各位那一段話 勇家大哥 鄭道哥 不是一句話嗎 敬裡看行 見不然 水中作業 整年得 什麼叫正 正的意思 不是我修道正 正的意思 通達 這個 太重要了啦 通達 什麼叫通達 啊我清楚了 我明瞭了 我真的清楚明瞭 我不再懷疑了 這個叫正 正的意思叫通達 啊 清楚明瞭了 他是水中月 明瞭了 你知道嗎 他如夢幻影 明瞭了 佛的偉大是經典 他會用 禮喻的方式 來顯現 金鋼金講的嘛 一切有違法 什麼叫有違法 各位我現在問你們喔 我現在所講這邊的正報跟一報 這個是有違法還是無違法 有違法 因為他會生妹 他會生妹 我們的身心會生妹 我們身心外的人事物會生妹 比如我很關心 我們的配偶 我們的這個父母 我們的小孩 這人 再扣大 我們的朋友 他對我有恩 喔 還有 他對我有仇 我也關心他 跟你有仇 你有沒有關心他 看他什麼時候死啊 看他什麼時候吃洋相啊 喔你好高興喔 為什麼 各位 因為你從自己 給我來看別人嘛 我講這有沒有道理 跟我無關的 我管他 跟我有關的 物 物 一些無形的 這些物 人事物 有形無形都在裡面 各位這些 全部都是幻象 我清楚了 這些有違法全部都是幻象 是金剛經的最後那個記 各位這個是波勒布的總綱領 一切有違法 如 夢 幻 泡 印 叫六欲 六種比喻啦 哪一種都可以啦 夢幻泡影如露意如電 因作 如是官 當你如是官 你通達了 不再懷疑了 各位現在 我們為什麼還沒有正 因為 我們碰到事情的時候 現在 理向上你通達 碰到事情的時候 變成不同達 所以還沒有正 各位講這樣 聽得懂不懂 如果懂的話 你鼓掌一下 因為這個太重要 這個才是真正的修行 真正修行是修這個 所以為什麼 妙瓦蓮華經 常 常不清菩薩 看到每一位都是菩薩 看到每一位都是佛 不管從世間瓦的角度 他是對 還是錯 比如他毀謹我 他誇獎我的這些 你要了解 全部都是 視線出來 讓你 能不能通達 印象的 大菩薩 如果你能這樣子的話 才稱為叫正 聽得懂不懂 人家褒獎你 你的心 起了焦慢心 因為你把這個褒獎 褒獎的人 褒獎這些話 聽進去這話當作真實的 所以你就起了 焦慢的心 歡喜的心 請問 當你了解 原訣 剝勒大話的時候 你知道 他是影像 他是假的 當你懂得這個的時候 通達這個的時候 這個稱為叫正 所以請問 褒獎你的這個人 是不是我們的老師 是 相同的 毀謹你的人 用什麼話 毀謹你的人 毀謹你 不管文字 不管語言 我知道 全部都是影像 全部都是影像 所以 當你要起了 環感 起了 反駁 起了辯解 在那刹那 你心裡面知道 原來他是一個影像 他是視線出來 讓我 看我的環境如何而已 他不是我的老師嗎 所以 也同樣恭敬 也同樣歡喜 你能這樣子的話 這個 這一位稱為叫菩薩 因為他叫通達 這不是開玩笑的 修行在修這個 好 當你懂得這個 對文書菩薩所講的 圓滿 對普賢菩薩 更直接 他講什麼 知患即禮不做方便 禮患即決 一無見次 就在當下 因為全部都是影像 就在當下 你去看看 但是現在對普賢菩薩講 對普賢菩薩講 講得再多一點 講得再多一點 他說 圓絕盡信 現身心 誰類各異 所以所有各類的眾生 都有圓絕盡信 沒有一個沒有的啦 那既然都有 可是比喻吃著 比喻吃著就是迷惑的人 他說 禁圓絕只有身心志向 他說 禁圓絕 他也知道有禁圓絕喔 可是 身心志向 跟禁圓絕的關係 他不知道 身心志向 是禁圓絕的幻印 他不知道 因為我們人說佛在幻影之中 所以用幻影來用幻影 他全部都假的 可是比喻吃著 他卻認為他是真的 只有身心志向就說 他是真的 所以我還 非常care 這身心志向 所以不能遠離換話 因為他說換話 所以你還不知道他說換話 所以不能遠離換話 所以 佛告訴我們身心換購 身心是假的 是假的 對禮換過 說明 視明菩薩 對禮換過 那就是菩薩了 他視明菩薩 他就是菩薩了 過境對除 幾乎對過去 說明者 然後 當你知道身心換購 對禮換購 對禮換購 什麼叫對禮換購 脫漏身心 把這身心脫漏 所以脫漏不是要去死喔 還是用身心喔 可是脫漏身心 最後能達到無所 什麼叫無所 本無身心可脫漏 能達到 本無身心可脫漏 無所 沒有對象 給我告訴你 能達到這個 你回歸到圓滿自信了 所以菩薩 也是個名稱而已 義無說明者 也沒有菩薩這個名稱 他是假名 從文書菩薩 普賢菩薩 到 普眼菩薩 全部都是在講 頓華 頓華 那個中間為什麼要安插一個金剛杖 這金剛杖問的問題很尖銳 可是為什麼要安插金剛杖 這是佛陀的慈悲 因為講的頓華以後 頓華就入華界喔 直接入華界喔 他要再從世界的角度 再來看華界 所以金剛杖菩薩的三問 他的三個疑問 全部都是問世界的事 各位看三問嗎 三問嘛 第一個 眾生本有無名為什麼他本來就成我 若諸無名眾生本有 這個第二個問題 為什麼如來說 眾生本來成活 第三個 失望眾生本成活到後又起無名 什麼時候 又會恢復到一切的煩惱 各位這個叫 非正問 非正問 所以佛陀說 非正問 因為 圖遠菩薩你問的是世間化 世間化 所以眾生才有無名 從世界的角度 眾生才有無名 從華界的角度 眾生本無無名 各位這句話你要懂喔 所以個 佛法甚難 甚難懂 所以個如人飲水能軟置之 看各位的根器 要達到大策大悟 還是有難度 所以佛 才慈悲的世間 49年 不辭一切辛苦 來講這些大話 而且他從劍 進入盾 所以才有先講阿涵 再講荒凳 再講玻蕾 再講涅槃 所以用妙法 蓮華經 華華經 眾生 一切都成果 來 作為圓滿的結束 當然涅槃經也是 可是剛開始 跟結束的這兩部大經 佛陀大策 剛開始叫華炎 到最後 究竟圓滿的最後 他生命周期的第四階段來講經 是華華 那個念念因緣 念念果滿 所以我跟跟你講 華炎的境界 就是華華的境界 一模一樣 完全平等 一個最早開始 一個最後結束 全部都是 所以 果是 因是緣 果一定滿 所以佛陀 三七日 用華炎 來開啟了 各位在 茫茫大海裡面的那一盞明燈 最後 當 四十九年 佛陀要事件 涅槃的時候 用妙法 倫拉筋 又來顯示 這一盞明燈 這個一定要懂得這個道理 好 那個季蘭灰聖問 首先的灰聖問 在講成佛 跟無明的問題 跟眾生不無明 佛在告訴我們 所謂的無明 他是幻化 他是幻有 是眾生 在迷的時候的誤認 各位這個很高的層次喔 金剛藏佛陀聖問 可是還是在頓華喔 我這樣真的懂不懂意思 所以才有一句話 利眼 看 空花 各位這個是 對 金剛藏菩薩很重要一個舉例喔 因為佛法 為了讓我們通達必須要舉例 你不要再舉例再下功夫喔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是為了要讓你通達 而方便出舉例而已 各種叫利眼 眼睛有病 利眼 是一種舉例 眾生本來沒有利 他的眼本來都是正常的 這是重點 本來無病 他看空花 怎麼會有空花 因為利眼才看空花嘛 所以眾生本來就利眼嘛 他總被沉默 我叫佛偷告訴他 利眼的意 是旺 什麼叫旺 誤會 誤會眼睛有病 所以當然誤會 空中有花 所以都稱來叫做旺 這個要動啊 這問題就解決啦 第一個問題眾生本無明 眾生為什麼本成活 第一個問題一破 第二個問題就破 第三個問題就破了啊 各位菩薩 這樣聽著懂不懂 大家通達了解了 清楚了 我就是這樣子 所以前面的四位菩薩 其實 都在講頓話 全部頓 就破 破這些 心經也是頓話 所以各位 我才跟各位講 聖文 跟原訣 我們稱為 參加 叫五性 五個種性裡面的 我們把它稱為 叫做 叫做 二秤種性 那二秤種性 為什麼他叫二秤種性 其實他修行得很好喔 各位 可是喔 你去從嫩眼來看 從原訣來看 尤其是像維摩經來看 佛陀都是駁刺 二秤喔 各位你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子 原因 就是二秤他是從 世間 世界來修行 不是華界 那佛陀要我們 是直接 入華界 各位 這個是兩個方向 這兩個方向 各一走錯 各佛法修行 一走錯喔 這就是 正道歌裡面一句話 就我們中文是在講句的話 差之 好理 失之 前理 真的就是這樣子喔 因為兩個方向 是不同 不同 過去以後 完全 不同就遠了 剛開始不同一點點 就遠了 所以陰最重要 所以各位你看經典的告訴我們 陰地不爭果遭依取 這個是在講修行的境界啦 當然世間法也如此啦 修行的境界 更是如此啦 你陰錯 果就錯喔 請各位一定要信心 真的就是這一回事喔 佛所說的喔 你看佛時代 有那麼多的外道 所以提伯達多 就是從世界角度來駁斥佛陀 他自己的哥哥呢 而且要置佛陀於死地 為什麼提伯達多要置佛陀於死地你知道嗎 各位他們又是親戚 一個學佛的人 不要說學佛 學教的人 難道你一點慈悲心都沒有嗎 我們在人世間的對待裡面 請各位仔細聽啊 連世間的對待裡面 你要置對方於死地 除非 那是滔天的大恨 是個為什麼最近 在台灣發生的這個報紙人亨特事件 殺警案 為什麼要殺警 難道你跟他有滔天之間的 滔天什麼換了什麼 對方有換了還是 對不起有一種 滔天之大嗎 有自於你要殺他嗎 各位一個有修養的人 別人對我們怎麼樣 我們都能原諒他了啊 即使你不原諒他 也輕輕的處罰他啊 比如把他踹在地上 罵他三次金 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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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跑了啊 泄恨啊 有自於歌喉嗎 現在的整個社會就在想這個啦 所以這個太過分了啦 所以才有人講說不能會屬性 對這種人不能會屬性 這個沒有對錯的問題 各位這樣子聽得懂不懂意思 可是 這個全部都是世界的事 那各位你要想 那為什麼提伯達多 要對他的哥哥這樣子呢 提伯達多是要釋迦牟尼佛的命呢 各位你知道不只割喉 你看蓮花社 比修尼 那麼樣有神通的人 出來 含慰佛陀 就被提伯達多 因為他畢竟是女生嘛 用拳頭 把他重拳 讓蓮花社 比修尼死掉 有這麼恨嗎 各位我現在告訴你 有這麼恨嗎 當你知見不正確的時候 有這麼恨 為什麼 每一個人都有一種 以他自我的心 自我為上帝為出發點 去看別人 他認為 如果沒有自佛投於死地的話 會誤導眾生 各位你要知道喔 所以宗教戰爭為什麼爆發你知道嗎 這些人平常 還沒有發生宗教戰爭的時候 敵友之間也沒有什麼仇恨 也不是說你侵略我的土地 我一定要打回去 還是你殺我的 我的同胞 我一定要報仇 都不是 就是為了一個宗教上的 建立而已 那宗教建帝 要自追問死地嗎 是 為什麼 因為你有一個背負著 上帝的正義 各位 這個是學法 學佛 學到 最大的弊端 就在這個 是不顧一切 要毀掉對方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他是正義 可是心中有正義 就沒有正義 各位 佛法是 一切 是清淨放下的才是 可是 外道就是如此喔 所以有人講說目前能尊者 這是被 其那教的 各位 當時我們所說的外道 用棍棒把它打死 那其實我們現在所講的這些外道 其實他的修行 如果從世界的角度裡面 都比佛弟子 世界角度喔 所謂的世界 我講所謂的世界 都還要精進 我必須要把佛法 講清楚明白 是面於 我們有這個覆策 各位這很重要喔 各位修行要破這一關喔 各位這樣子 聽得懂不懂我的意思 不然你的自我太強 別人都不對喔 可是各位 佛我在講的是法界 只有入法界 才是真理喔 才是實相喔 法界就是我們的本心 所以六祖一直告訴我們 不是本心 學法 無益 你看他講這麼清楚 不是本心你學法 因為你學的不是法嘛 法就是心嘛 你學的是世界的東西嘛 學法無益 跟法無關 你很精進 跟法無關 我知道這個意思 頂多是仁天聖而已 彌勒菩薩以後 開始要講 建法 那個這頓法的觀念 我們已經清楚了喔 接下來頓法 來看建法 建法的目的 更詳細啦 建法的目的 只有一個 讓你回歸頓 沒有其他 沒有其他的目的 建的目的 無他 回歸頓而移 就是這個意思 就像孟子所講的 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恍心而移 各位有沒有 今天念到孟子的話 學問之道無他喔 求其恍心 而移 什麼叫恍心 恍心就是 放下 理那個 直著的心 就是這樣子而已 你看 這孟子是聖人啊 儒家思想 就這麼講喔 建法裡面 在元絕經的 第一位代表 就是誰 就是 彌勒菩薩 請各位 要了解喔 好 那現在 我們要看 這個主文迷了 善男子 菩薩 為以 大悲方便 入諸世間 開發 慰物 乃至 視線 種種形象 逆順境界 與其同事 化令 成佛 皆依 無始 清盡願力 若諸 莫是一切眾生 於大元絕起 真上心 當發菩薩 清盡大願 應作誓言 願我經者 祝佛 原絕求善之事 莫直外道 極與惡勝 依願修行 劍斷諸障 障盡圓滿 便登解脫 清盡 法殿 正大元絕 妙莊言喻 好 先到這裡 這堂課 跟上一堂課 已經經過了一週 所以要 覆習回來 換句話說 今天要圓滿 彌勒菩薩 你的心中 對彌勒菩薩 所問佛陀 所答的 全部都要同答 要清楚 彌勒菩薩 有四問 第一問 雲何 當斷 輪迴根本 第一問 換句話說 彌勒菩薩要問佛陀就說 頓化我已經知道了 頓化 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空花 那各位 我們要達到了 了悟到全部都是空花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空花 我要先斷空花 輪迴是空花 輪迴是眾生的誤會才產生輪迴的 為什麼會有輪迴呢 我現在先問各位喔 輪迴這回事 是世界的事 還是法界的事 世界 世界才有輪迴 因為它是生命嘛 那世界全部的世界都是虛幻的喔 因為世界是生命法 它是有為法 那個有為法的一切全部都是虛幻 那各位我們今天的痛苦 就是在有為法裡面痛苦啊 可是佛陀要告訴我們 真正的重點是 雖然這個世界是有為法 可是站在 圓絕盡性的本性而言 來看有為法 其實它是什麼法 無為法 喔各位 這一點 是我們最難了解的啦 明明這個都是有為法 我相信有為法 為什麼 因為它會生命 可是 我活在有為法裡面 佛陀你就告訴我們 站在 圓絕自信 什麼叫圓絕自信 站在法界喔 這個叫做全然法界 一真法界喔 站在法界的角度 它是無為法 我怎麼會相信 各位 你如果不相信 這個禁止 可以用了啦 圓絕自信 比喻 它就是影像固 各位 各位 法界 就是我們的心 心 敬明 見外 所有 深柔萬象 引現中 深柔萬象 就在引現中啊 萬敬 還原觀 選手國事 這麼跟我們講的嘛 既然 深柔萬象 引現中 那各位請問 深柔萬象 是有為法 還是無為法 有為法 既然是引現中 它是有為法 還是無為法 無為法 沒有生媚嗎 再為什麼沒有生媚 從本心的角度來看 它都是影像嘛 影像生而不生媚而不媚 不是沒有生媚嗎 跟我講這樣聽懂嗎 那各位你如果 入法界的時候 是不是深柔萬象 他說是有為法 還是無為法 無為法嘛 你如果沒有入法界 深柔萬象是有為法 當然啦 包括我們的身體是有為法 跟你入法界以後 所有的身心 所有的依報的深柔萬象 都是什麼法 無為法 所以佛跟文殊菩薩講什麼話 一無身心 受彼身次 揮作固無本性無故 為什麼 如空花嘛 空花就是 鏡中影像嘛 它是舉例而已嘛 所以各位 學佛現在就差在這一點 這麥角就差在這一點而已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講金 其實我也很不喜歡講 為什麼不喜歡講 很會流汗 各位講出來 還要被人家 還要被人家說 說三道四 這個也無所謂啊 可是 不喜歡講 你也要喜歡講 現在已經不是喜歡 不喜歡 為什麼 因為到弥勒菩薩沒講啦 你既然想當菩薩 你就要講啦 各位就是這個意思啊 這個沒有 喜歡跟不喜歡啊 等一下才告訴你們 為什麼 有沒有喜歡不喜歡 各位你就會更清楚啦 好 那個當年清楚 這個道理了以後 你很清楚 一切都是無為法的嗎 所以才會講喔 才會經常講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請問一個 如夢幻泡影 如路亦如電 夢幻泡影入電 是有為法還是無為法 無為法 夢幻泡影入電 怎麼會有為法 是無為法嗎 他是心所變現出來的東西而已 本來就如是啊 是我們不知道 現在我們最重要的問題是 佛陀告訴我們眾生本成佛 我們聽佛陀話我們本成佛 可是是今天我們不知道我們以本成佛的這個功德 所以才要去聽 佛陀告訴我們為什麼 所以要低聽 當你懂得一切就無為法 你就在人世間怎麼做 唯一切所因為 而心 橫處無為 各位你是聖人 都無為一切所因為啊 該吃飯就吃飯 該睡覺就睡覺啊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啊 這個才是真無為 不是我知道什麼都不做 什麼就不做 你還是有為 因為你還會什麼都不做 你沒有水流任德性嗎 這樣了解不了解這個意思 所以各位學佛到最後是這樣喔 所以各位他就這樣講說 我們要怎麼樣來斷輪迴啦 他是 先問 有為法裡面 輪迴是有為法嗎 怎麼斷輪迴 回歸到無為法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那第一個問題 答案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還在輪迴裡面 還在有為法裡面 現在講賤華 就是我們有一個恩愛貪欲 恩愛貪欲也假的喔 這個是我們的習性所產生 因為你有一個我值 而恩愛貪欲的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有一個身心的架構 為我 以身心的架構為這個我 本來是無我 為什麼本來無我 身心本來是假的嗎 可是你一直認為執著他是真的 當你認為他是真的的時候 所以你才會從身心裡面 碰到外境 而起了為順 現在賤華裡面從這邊推過來 起了為順 什麼叫為順 順我身心者 這個稱為叫順 為我身心者 這個叫做為 所以以這個我為中心 違背這個我的 我把稱為這個叫為 順我這個我的 這個叫做順 好 那哥現在佛頭來告訴我們 因為你有為順出來 那比如你碰到的為 因為為跟順是一體兩面 你以身心做出發點 你就產生了怒 撐 罵 罵 罵 打 各位 這個都是世間的常態啊 因為你違背我這個身心 我不滿意 違背我的想法 所以怒 撐 罵 罵包括語言包括文字 打 打 包括有形的打 包括無形的打擊 罵 那各位最後 撒 不要撞不住了 撒 最後 嗨 就產生了這個而已啊 各位人世間我們看的社會新聞不是都知道什麼 不是社會新聞世界新聞是如此 說 這些國家的舉動不符合這個國家的領導者的心意 先怒 再來撐 再來罵 用媒體 罵 在打擊 打擊 把對方變成了異端 把對方變成了非正義的那一端 最後 出兵 出兵的結果 戰爭 最後殺害 各位小字個人大字國家 各位你們如果學歷史歷經歷史的演變的過來 請問 世間的事是不是都是這些事 坦白講是不是這樣子 是啊 佛陀告訴我們 為什麼輪迴會起來 恩愛貪欲所產生的這些 如果這些你真的產生喔 你只有一條路可走 因為你 一定認為輪迴是真的嘛 身心是真的輪迴是真的嘛 你做出這個就變成真的嘛 佛陀告訴我們 這樣子的話 三惡道一條 毫無商量處 地獄惡鬼出生到產生 各位各位你去看看 眾生多餘子啊 在假的裡面做假 最後去假的地方受苦 這位三惡道是假的喔 可是真的在裡面受苦 因為他不知道他是假的啊 各位你去看啊 這個稱呼叫因果啦 因是什麼 恩愛貪欲 然後以身心 志向為真實 產生唯瞬之心 最後 怒撐罵打殺害 最後三惡道一條 第一條 第二條請各位聽的 可是已經有人知道這樣不對 這樣子不對 什麼不對 就怒撐罵打殺害都不對 所以他就向善 向善 向善的這個去做 可是佛陀說 人天道路一條 各位啊 我現在這樣問你們 是人天道是什麼來的 也是誤會產生的 還是誤會喔 人天道你也可以變成三惡道喔 是你捨棄的怒撐罵打殺害 然後再 再來向善 就變成人天道而已喔 可是各位你進入人天道 佛陀就告訴我們 你還是一個誤會 誤會什麼 誤會 輪迴是 有違法 輪迴是真實的 所以恩愛貪欲也是真實的 只是你現在 扶住 恩愛貪欲而已 這樣子聽得都不懂這個意思 好 那個既然你可以到人天道 現在 你連這個 去惡向善的向善 也去掉 喔 不簡單喔 各位 你看我們人類 你把惡去掉向善 已經不容易了喔 你現在又把向善的向善的善 也去掉喔 那向善的善去掉 你要什麼 你要求清淨 我要求虐盤 我要求安樂 所以佛陀說 還諸 還愛本 你還是 回到 愛啊 還是回到 愛本啊 你還是愛啊 愛什麼 愛清淨 我不愛善惡了 我愛清淨 我愛虐盤 還是在這個愛啊 沒有偷離恩愛貪欲的愛啊 你還是愛愛虐盤啊 愛清淨啊 你還是貪什麼貪虐盤貪清淨啊 所以 各位 各位 這個 頂多是稱文稱 我們稱的叫二稱總性 二稱總性 那個他說 如果從圓絕的角度而言 他說還沒有 脫離輪迴 把這個愛 捨掉 他說 這個就能斷了輪迴了 斷了輪迴的根本 就是把愛 捨掉 各位 你看到捨道上的程度喔 這個是他跟弥勒菩薩 所講的 所以各位這個就是我們修行的要義啦 各位這個是劍法 劍法的目的 還是要讓你回歸頓嘛 所以他劍 講得很詳細 一步步來 經典儀都是這樣子啦 像藏傳佛教的 普提道次第廣論 就廣論所講的 他有一個次第的 還是要講這個道理喔 第一個問題有沒有問題 為什麼會有輪迴 這是一種誤會 為什麼會誤會 因為我們有什麼 有什麼那是假的 是我們的習性當中產生的 為什麼這個習性會產生 因為有個我質 還是在我嘛 還是在身心嘛 你還是 把身心當作真的嘛 你身心當作真的 才有四個字 哪四個字 恩愛貪欲 那恩愛貪欲三個層次嘛 你也可以錄三二道 你也可以錄仁天道 你也可以錄二乘道 可是 要人愛虐盤的那個愛 把心中呢 不管是愛善的愛 愛虐盤愛清淨的淨 乾淨的淨的這個淨 也要放下 跟你才能夠真正脫離輪迴 那他是假的 你心中 只要還有執著一個愛 輪迴就會出現 那現在你要破輪迴 要永斷 無名 荒成活道 你要破輪迴 當然 你就要破愛 破愛就是絕對把身心放下 那二乘人修到這種程度已經是我們敬仰了 為什麼還沒有放下身心 各位嚴格講還沒有放下身心 因為二乘人的身文 是以身來做修行的 身體的身 圓絕是以攀原心的心 攀原心叫無名來做修行的 那因為你有無名 一直的無名 所以才會怎麼樣 無名 行 所以產生意識 是 產生是 然後產生 名色 名色就開始了有物質出來了 名色 名色產生六路 六路就是言而彼的生意 剛開始出現了言而彼的生意 六路 六路產生什麼 以後產生 觸 接觸 觸 受 愛 還是在愛 取 愛 不愛的就不娶 愛的就娶 娶跟不娶都叫娶 觸 受 愛 娶 有 有什麼 有輪迴 有輪迴 所以才有生跟死 圓絕稱 破無名 這樣聽得懂不懂 那因為你破無名 所以你還有一個無名可破 所以你還承認無名 你還承認無名 所以輪迴你沒有辦法出 所以心經告訴我們 無無名 因為他本來都假的 因為他本來都假的 你還沒什麼無名 那本來就假的啊 虛幻的東西啊 乃之無老鼠 亦無老鼠 那生文是因為身體的苦 我們有身體有八苦嘛 生老病死嘛 所求不得嘛 愛得理嘛 苦 也是因為無名產生的身體的苦 所以叫苦疾 苦是果 疾是因嘛 所以要媚道 所以我要修道 來媚這個苦 各位這道理 都是佛陀講的 依次而講的 對喔 可是佛陀為什麼 又又薄刺 因為佛陀是 赤地在講的 這個是根氣在講的 所以 當你還執著 有一個苦 有個身的時候 所以當然 你有成就 生文 可是對 元絕道而言 還沒有出輪迴 所以心經才會講 無苦 及媚道 所以各位你這樣子心經你就清楚了嗎 那 無名亦無名盡 乃至勞是 勞是勞是勞 勞是勞是勞 無苦即媚道 所以有無智亦無德 什麼叫無智 本來 本智你就存在 你還有怎麼智啊 你本來就是波勒智慧啦 無德你本來就得啦 你本來就言絕自信啊 你還要一個智 還要一個得 頭上安頭 還沒有完全斷嘛 所以我心經你去看三個階段 你就很清楚嘛 他先跟你講 身跟心是假的嘛 所以才跟你講 無眼耳鼻舌生意 無色身相畏觸 無眼戒乃至無意識戒 跟你講就假的 講身心是假的 先告訴你身心假的嘛 啊身心假的 你假戒身心來修行的也是假的嘛 所以無名亦無名盡 乃至勞是勞勞勞盡嘛 到最後 你言絕自信本據的 所以所謂的智跟德 你也要放下嘛 啊你三個階段這個都放下 只有結論啦 無所得固 菩提善陀 一波勒 佛阿彌陀 你就會心無乖無乖 無憂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顛倒夢想 全部都假的啊 啊最後 究竟成佛嗎 究竟得阿鳥 德羅三八三 那個得是本得 不是再有一個得 全部都沒有得了 還在得 文字間講得 就是本得 本來就存在了 所以他叫大神作 大名作 無上作 無等等作 能出戒骨 真是不虛 真的 遺珠輪迴有幾種 好現在已經知道輪迴的由來了吧 這個輪迴有幾種 五種 為什麼有五種性 來自於兩種障礙 這兩種障礙一個叫禮藏 一個叫四障 這是障子而已 因為你有這兩種障礙所以才分為五性 那各位南無性 第一個 環乎性 環乎性叫人天性 各位人天都是屬於環乎喔 各位從圓絕自信而言人天都是環乎喔 各位你要了解喔 那各位第一個叫做環乎性 那第二個叫什麼性 叫做惡秤性 生物圓絕 第三個叫什麼性 菩薩性 菩薩性 菩薩性就是佛性喔 各位因為菩薩就往佛這個方向走的喔 惡秤不是往佛這個方向走他是另外一個道路喔 所以佛才要把他拉回來 可是這樣聽不懂嗎 如果菩薩你就讓這個菩薩隨順菩薩性走一定佛 因為這個方向對了啦隨順佛性 眾生本乘佛啦 那你是惡秤性 你也是本乘佛 可是你不知道 會離越遠 你是凡乎你還是佛 可是越離越遠 是這樣子而已啦 再來不定性 各位 所以五種性有些啦沒有把不定性放在裡面 講佛性 也可以 可是 我啦用另外一個說法 不定性 不定性就是我們的圓絕之性 不定性 為什麼不定性 隨緣而異啦 所以各位才有句話 成就與否總在 欲緣不同 等下就會講的 你碰到什麼樣的善之士 他的因地法行教你什麼 你就錄什麼信 這是什麼意思 他是教你連天秤的 你就永遠錄連天秤 除非 你能夠再轉 你如果一直跟隨了連天秤的善之士 你就一直往連天秤 你是往這個惡性秤的善之士 你就往惡性秤 各位真的喔 你是往菩薩善的善之士 你就往佛走 這這麼簡單 最後一個 你往外道走的 你就永遠外道 所以佛才會告訴我們 這個不是你的錯 是老師的錯 各位佛才告訴你 因為你們也不知道啊 所以各位這個齁 在言訣自信行菩薩道走 是戰戰兢兢喔 你看喔 一個老師說錯引導錯誤是他的錯誤 所以很多人說乾脆不要當老師 聰明 你說沒事 孫孟子有一句話 有沒有聽過 人有大患 人有一個患 患 好為人師 真的 很多人都喜歡當老師 世間法喜歡當老師 佛法喜歡當老師 要小心啊 可是當你真的棒到 棒法 棒到菩薩跟 佛種信的善之士喔 你的罪惡是無量無邊 因為你遮住人家的佛性 沒有比這個罪惡更大 所以各位 除非你肯定 不能隨便批判 告訴你 這罪太大了啦 你不要沉一次的口舌喔 這罪很大喔 棒 菩薩種信的 佛經裡面講的 這個有時候錄阿比地義 很難出擊 那因為 現在的人 說實在 看經典也不多啦 為什麼 沒有時間嘛 這個經典 甚難 也是看得懂 所以各位在末法時期 唯一 最重要的依靠善之士 可善之士有難欲 所以你看才有 很多我們講到 朗朗上口這句話 你要當人不容易 人生難得 第一個 佛法然文 第三個 善之士然欲 所以勇家大師在正道歌裡面 講的那一段話 戳惡法 惡時事 眾生浮薄 然條字 去勝遠欺 邪見身 謀強法弱 多怨害 再來 原說如來 遁教門 原決是遁教門 莫不 滅除 令華粹 各位這個是末法的狀況 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 這如來的鄧教門 在唐朝的時候已經知道這個很難得了 到現在更難得 好在經典來存在 這個是我們慶幸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依經而講 我們要了解到佛的華裔 最後外道 總性 這五性裡面是因為 禮藏 跟宿藏 而產生這五性 而這禮藏 稱為叫 所知藏 而宿藏 稱為叫做 環繞 各位這個是從 唯宿的角度 來看這兩個 宿藏 禮藏 唯宿學說 禮藏叫所知藏 宿藏叫環繞 那個這兩藏裡面 原決經講 為什麼禮藏會產生什麼結果 他會愛政之間 愛政之間 禮藏會讓我們妨愛政之間 那宿藏呢 宿藏為什麼樣 禮藏 讓我們 蓄諸 生死 換句話說 宿藏 會讓我們 在生死裡面 一直維繫 這兩藏 跟他之間的關係 所以才有五性的差別 那麼在這個兩藏裡面 禮藏 跟宿藏 好 這段話 請各位仔細聽著 各位從大智的論 等 這些論述經典裡面 我們有兩個專有名詞 一個 它叫做 它叫做 花葉 根本無名 一個叫做 润身 絲莫無名 那花葉根本無名 也稱為叫做 花葉無名 润身根本無名 也稱為叫做 润身無名 可是為什麼 多了兩個根本 跟之業 各位 你要聽喔 從大智喜信論 來告訴我們 各位這個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 一念不絕 生三性 我們的 原覺自信 本來無心 所以各位我們在講 無心道人 無心道人 所以為什麼 經典 甚難懂 有時候跟你講有心 我們要一心 有時候跟你講無心 到底有沒有心 各位有沒有心 有心 也對 無心 心也對 心是怎麼來的 各位心是因為 我們的自信本身 碰到了 緣 那就產生的心 所以才有一句話 一念不絕 而生三細像嘛 我實際上用鏡子來做舉例嘛 這鏡子就出來了喔 鏡子代表心嘛 心靜明 用心來代表嘛 這個都是代表 是我舉例 那鏡子就出來了喔 那個當鏡子出來的時候 他就能顯現影像啦 顯現影像 靜界像就出來了嘛 而能顯現的這個 能顯現這個叫轉向 就做見像 他就出來了嘛 所以見婚就產生像婚嘛 像婚是什麼 像婚就是進界像嘛 那什麼叫見婚 就是能獻出 像婚的那一個叫做見婚嘛 他說一念不絕生三細哪三細 第一個夜像 第二個轉向 第三個進界像 這個是名詞嘛 我用這樣的解釋 各位就清楚嘛 夜像就出來了 所以夜像出來 叫花夜無明 各位這樣就能不能了解啊 因為這個夜就出來了啊 可是花夜而已啊 那個什麼叫做花夜無明呢 請各位聽著 因為 本來自信 什麼都沒有 本來無一物嘛 而本來無一物 生三細像以後 那各位因為 欲緣而映 比如說獻出身心 那個當獻出身心的時候 這個夜就出來了嘛 所以叫花夜無明 獻出身心嘛 可是到獻出身心的時候 他沒有以身心來做基礎 然後產生了心裡面的 愛爭取舍 這個還沒有 可是已經出來的 這個稱為叫 花夜無明 各位到這邊這樣聽得懂嗎 可是到花夜無明了以後 身心出來了以後 他不知道身心患購 他不知道五暈的心 五暈的身心 五暈就是色獸想行事 五暈都是換購 都假的嘛 為什麼換成五暈 因為它是假的嘛 什麼叫暈 暈叫藏 就是鏡子裡面藏的東西 怎麼會真的 它是獻出來的東西 可是獻出來的東西的身心 我們認為是真的 認為是真的 所以才有恩愛貪欲 剛才所講的那些事情才會出來 因為有恩愛貪欲 所以才會有 會有為順 那對呢 為順而產生了 這些 絲目的什麼 絲目的打 罵 殺 愛 混 怒 就出來了啊 哇 輪迴就很清楚的 一生一死 一生一死 這樣的出現 而且還有多采多姿的這樣子 六道的輪迴產生 這個稱為叫做 潤身無明 從根本向變之魔 拖出去 各位這樣就聽得懂的意思 那各位現在我們如果破四障 好啊破四障 就破潤身之夜無明 可是各位這個還是世界輪迴的東西唷 所以你破四障以後 各位在園區講說這個叫做生文 可是生文沒有圓滿圓絕自信 等一下的經文清清楚楚嗎 你是生文而已 因為你四障以破嘛 四障以破你禮藏還沒有破 雖然你已經進入到 偏真了 偏真虐盼 偏真 可是 還沒有完全的圓滿圓絕自信 怎麼才能圓滿圓絕自信 怎麼來能夠進入到菩薩 菩薩種信 怎麼樣做 破禮藏 禮藏怎麼破禮藏 讓你知道 讓你知道身心患狗 然後 然後召見 五蕴皆空 什麼叫五蕴皆空 因為五蕴 形成了身心的這個五蕴 它是假的 它是幻象 它是影像固 當你能破禮藏 它是影像固的時候 二十 無荒 清淨 各位 又變 普眼普散那段話 無荒清淨以後 接下來 因為 新顯現清淨固 所以 六根 六臣 六四 全部清淨 接下來 四大也清淨 十二戒 十二路 十八戒 全部清淨 二十五友 也清淨 接下來 三十七道品 你能修行的三十七道品 也清淨 再來八萬四千 一切佛羅迷門 一切清淨 臨上坡 言解自信 你回歸 菩薩的種信 到成佛了 這條道路 都這麼走了啦 各位我現在問喔 彌勒菩薩跟佛陀的對話 到目前為止 你有沒有清楚 明白了 就這麼樣清楚 第一個 雲河當斷輪迴根本 怎麼斷 四個字斷 那四個字 恩愛貪欲 恩愛貪欲分三個層次 第一個 你要恩愛貪欲這個世間的以我為中心 而你打罵這些 在粗糙的東西 畜生 就三二道 出來 然後 你氣餓 從三 人生道出來 三二雖然你都放了 放下 可是你還一個靜 還一個愛一個乾淨的靜 我愛內盤 還什麼 各位這個還是 沒有脫離輪迴 你還是升文稱 接下來 輪迴有幾種信 五種信 五種信 是因為兩種差別而來 為什麼會成為這五種 為什麼成為這五種 就是因為 禮藏跟宿藏 所以上週我講 禮藏、宿藏都還在 這個是什麼 環乎性 環乎性 環乎性是禮藏、宿藏還存在喔 重要的你的宿藏還存在喔 為什麼它環乎性 你要還有一個要為善的善喔 可知道他這個意思 那什麼叫做二乘總性 你宿藏雖除 雖除 禮藏還存在 是惡性總性 那什麼叫菩薩總性 禮藏、宿藏皆福 禮藏福、宿藏就福 可是福 還沒有斷 福 菩薩總性斷 佛 本成佛的佛性圓滿 就在這邊 可是走這一段 可一定會成佛 可知道嗎 你走環乎跟二乘 要成佛 佛陀有時候講 還要三大阿征其解 那為什麼那麼久 看你什麼時候碰到 菩薩總性 不是我環乎跟二乘性 各位一直這樣羞去就會成佛 不是喔 是看你什麼時候碰到了善之士 三大阿征其解是一種舉例啦 就是說很難啦 如果你堅持這麼做很難啦 比如我做世界的事 你都堅持做世界的事 你要成佛 很難啦 雖然你是佛 可是你要成佛 很難啦 給我這樣聽得懂不懂 他只是告訴我們這個 可是有一天你碰到善之士 那就不一樣囉 悟則刹那間喔 你要迷呢 千百節 六主談經的話啊 所以你會說 那因為我們的 圓絕之性裡面 有一種隨緣的性之 所以叫不定性 你要成為什麼 你的圓絕之性不定 總在一緣不同 最後 特別強調 你跟隨著外道 你就一定外道中性 很難再回 修佛普敵幾種差別 幾種差別 就是 里藏士藏的差別 就是這樣子而已嘛 各位到這邊 里藏士藏 有沒有很清楚 我們再呼吸一下 里藏 愛 正知見 正知見最重要啦 真的啦 因為既然眾生本成佛 不是修道成佛的嘛 所以正知見最重要嘛 所以各位 不管你今天 你說 我是念我法門的 我的法門只有一個 念阿彌陀佛 各位告訴你 很好 這個是佛教我們的法要 在淨土三經裡面 都有記載 能源經的大事佛 念我原通章 還多了一個 華言經的普賢菩薩 恨宴品 都好 都對 可是 你要先破除 里藏喔 你念佛是 事的事喔 事藏的事 是事的事喔 唸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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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阿彌陀經 最簡單是慈民唸佛 真的 他比觀想觀相唸佛 更簡單 各位這個我們 肯定 所以我講佛說 阿彌陀經 各位如果你聽 我有把它講得很清楚 唸 一句阿彌陀佛最簡單的 真的是這樣子 可是 事你不知道 你的阿彌陀佛是什麼 你一直在事下下功夫 沒有路理的話 往生也難 相同道理 有些專門唸觀音菩薩的啊 因為受普面品的影響 都好啊 好 不管你唸哪一尊佛號都好 可你不知道 阿彌陀佛來接你 各位你不知道 即使阿彌陀佛一來 也是你自心的顯現 可是你誠心念阿彌陀佛 對 因為你誠心就是你的本心 可是你現在把你的誠心的本心 忘記了 你只知道你念的佛是有個外在的佛 他有個巨大的力量 就好像上帝有巨大力量 各位你信的神明有巨大力量 他可以幫助你除惡 他可以幫助你說的業障 幫你消除 什麼都是依靠著他 各位你不知道 依靠他的這個他是你自心的顯現 你進入迷信 各位你如果沒有路本心 你怎麼 怎麼可以見阿彌陀佛 所以各位從哪 偶依大聖迷陀佛要解 也時常告訴我們這方法 歷代的禁倫主世大德都一樣阿 哪個相同道理 如果各位我們從事實上修行 你念佛也可以 你持座 比如說我現在就灌頂了 我持座了 我持利都姆 各位持啦 這個 這個 飛機金剛 還是你持任何的座語 很多座語讓你持阿 或者說持六字大名座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這些座語 這些頭鑼門 都是你本心自現的 這些文字 都是你本心自現 因為心活眾生三如差別 你的心就是佛的心 佛跟你是沒有差別 你不知道 你以為這個座語有很大的力量 他會幫助我除災 他會幫助我消業障 我所有的一切全部交給他 他會幫助我一切 各位 你要成就很難 聽得懂嗎 那頂多是個信仰 可是信仰有時候步入迷信 何況 你有把這個佛號 還是這個座 來成為自己平安的依據 成為你呢 在生活美滿 以及希望能夠得到利益的依據 甚至還把這個座語 用來損害他人利益的一個工具 你的罪還有多大 你不知道 你自信的功德 跟佛的功德 跟眾生的功德 心佛眾生三如差別的功德 所以各位 佛 在講 十九年的經歷裡面 他理 講得很清楚 有時候在這個事 也教我們要怎麼做 可是事教我們怎麼做 重點是回歸理 這個重點 不能否定事 可是重點要回歸理 這個才叫做理事元農 理事無礙 你能拿大道理事無礙 你持做念佛就無礙 你為人數數數也無礙 這個稱為叫事事無礙 各位這樣子聽得懂不懂這個道理 所以各位這些 我們要很明白 很清楚 禮藏 事藏怎麼來的 我用花葉根本無名 跟論生根本無名 各位更清楚 禮藏 花葉根本無名 他形成了五運 就到這邊 花 僅限於花葉而已 可這樣子聽得懂嗎 可是你把五運當真 做種種業 這個叫論生無名 生死輪迴從這邊來的 剛才師姐所念這段經文的時候 告訴我們 外道種信 就是你跟隨著 外道的老師 這沒有對錯的問題 跟著外道老師就會往外道這條路走 外道這條路走 他距離的回歸自信就越遠 什麼叫做外道 請問聽著 心外求法 為之外道 所以外道跟 內學跟回歸自信 只有一個差別 外道稱為 外道稱為叫邪賤 這個邪不是邪惡的邪喔 還不至 各位我們現在就把邪當作 人世間的 我罵你啦 你是黑道啦 你是什麼 這個不用說 這個是邪中之邪啦 現在佛法講的邪是 你沒有回歸自信的一切 全部就叫做邪 各位聽懂嗎 邪的意思叫做什麼 不正 不正就是不正啦 這種不正不是世間上的 我做人有沒有很正的 這不是那種 就是沒有路本心 都一律稱為叫不正啦 各位這樣子 這個懂不懂 因為你沒有路本心嘛 沒有路本心稱為叫邪啦 叫旁門走道啦 叫做邪啦 心外求法 為之外道 什麼叫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就是世界事 世界的這個事全部都叫外道 不正是 各位聽懂嗎 可是有沒有說 我們人世間來不是做世界事嗎 是要做世界事 叫隨緣 可是隨緣你要認得性啊 認得性就回歸到 佛之見的嘛 各位就差在這個而已啦 你做什麼都沒關係啦 可是你要去幫助很多人 做很多善事 都不太多好 你要做善事叫水流嘛 就是因為 世間上有貧苦 你才要做善事不然你做善事幹什麼 各位我舉個例子 以為我們哪都回歸道立天 比如說道立天就好了 不要說西方絕對世界喔 你要不要成立一個機構 來做善事 不需要為什麼 大家都沒有貧窮 要做善事 世界 世界的事 撐吃太大 有錢人很有錢 沒有錢人很有錢 所以要拿有錢人的錢 來幫助無錢人 這個叫做善事 如果以從錢而言啦 從 有物質環境的人 有資源的人 來幫助沒有資源的人 這個叫做善事 我們以後去天道 哪有什麼善事可言 那邊都比較平等嘛 都差不多嘛 請問天道有沒有意願 也沒有 為什麼沒有意願 因為他只要到 你要死的時候喔 我們的五韻 才會 出了微露相 第一個從頭髮先掉 先掉頭髮 更知道 因為在欲界天 最重視的是髮型 各位你現在就看看你啦 你先想你自己啦 你的五官裡面的身體裡面 當然你都很重視啦 如果你愛美什麼都很重視 最重視的 如果有priority的話 可能是頭髮 男生最怕禿頭 女生最怕 白頭髮 為什麼出家人 我們先解脫相 第一個 不用講的啦 你已經不用講 先禮頭 因為這個是 欲界眾生 罪在意的 你就把罪在意的 禮掉 高招啊 這個佛法 他有劍刺方法 這劍法 他是慢慢讓你去除去你的急性 習性 各種我們出家人不能化妝 不能化妝 插穩 不能穿華麗衣服 這個都是要捨去你在家的習性 這跟全佛沒有關啊 先從這邊做起啦 不然你的恩愛貪欲很難處啦 各位了解不了解 各位我出家人我就知道啊 哇每天不用為了衣服 以前還在家的時候出來照一下鏡子 不用 弥勒菩薩的問題就到這個 現在 最後一個 也是今天我們的功課的最後一個 就是 第四個問題 個宣傳問喔 第一個問題沒有問題了 恩愛貪欲 第二個問題沒有問題了 無種性 再來 修佛 修佛菩提幾種差別 兩種 兩種障礙 禮藏跟什麼障 四障 最後一個 回入城牢 當色幾種教化方便 度脫眾生 這是最後一個 為什麼這個問題 由弥勒菩薩來問 這個是有安排的 前面三個問題 我們已經講完了 最後一個 要回入城牢 當色幾種教化方便 度脫眾生 第四個問題 第四個問題 當然是核心的問題 是跟弥勒菩薩對話的最後一個問題 那在這邊 還沒有講這個問題 之前 我先來跟各位 提到 為什麼 這個問題要由弥勒菩薩來問 各位有關於弥勒菩薩 最重要的 在我們大乘經典裡面三部經 第一部經 叫做弥勒下身經 這部經 由祖法婦翻譯 西晉時代 祖法婦 所謂高僧 來做翻譯 這個都是有經典的依據 第2部經 第2部經 叫做 弥勒上身經 這部經 在魏晉南北朝的 宋起良辰的宋 這翻中文 叫 拒絕 拒絕 身 尊者 來翻譯 第3部經 叫做 民樂 大乘佛經 也簡稱為叫 弥勒 這部經 誰翻譯 這三部經稱為叫做彌勒三經 這個是有根據的 那麼在這三部經出現的時候 很多論述 很多書 來註解這部經 註解這部經 註解這部經裡面 其中 很多論述 很多書 大陸經 各位大陸經 它是唐密的經 是很重要的一部經 大陸如來經大陸經 大陸經書裡面 它在講 為什麼它叫彌勒 各位彌勒 彌勒 專註中文稱為叫 慈次 慈次 那各位它為什麼叫慈次 因為 在佛陀佛說 勢無量 總心裡面 勢無量心裡面 什麼叫勢無量心 叫做 慈 悲 喜 捨 什麼叫勢無量心 勢無量心裡面 以慈 為勢無量之手 而這個慈是怎麼來的 因為 勢無量的慈悲喜者 色是 心活眾生 三如差別 眾生心 就是佛心的 如來種子的 本具的是無量 勢無量在哪裡 在 所有眾生 如來種性裡面 本質具足 我們沒有削辭掉 沒有削辭掉的 第一個字是慈 用這慈字 為什麼用這個慈字叫慈世 因為 勢無量心 在我們的如來種子裡面 如來種子 第一個字叫慈 就是 以彌勒菩薩之名 以慈世之名 讓眾生 不忘思 如來種心 這個就是大日經書 解釋為什麼要有彌勒菩薩的用意 聽得懂不懂 所以當我們了解 有一位彌勒 當我們口中念出彌勒的那一刹那 慈悲喜捨的 適量心的慈 它就從我們的如來種子就產生 當它產生的那一刹那 各位眾生的所有如來種性 它就沒有斷掉 這個就是彌勒菩薩出現的原因 各位這樣子各位 菩薩有沒有清楚 所以彌勒菩薩在哪裡 就在我們的心裡 所以呢佛陀 他告訴我們說 當他滅度以後 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所以很長是以世界而言 可是當時候有個標準 什麼標準 當時候人的壽命 又重新回到了八萬歲 各位現在我們是在減少的減 減以後會慢慢增 這個就是一個世間的循環 到增到八萬歲 到底八萬歲是什麼樣的八萬歲 是具體什麼八萬歲 各位佛經裡面的數目 跟世界的數目不一定相符 換句話說那個世界是什麼樣的世界呢 請各位聽著 在彌勒所問經 有一部經叫佛說 彌勒所問經 在一部經裡面有提到 彌勒菩薩在因地修行的時候 他花一個願 各位你們發現到 很多佛菩薩都被花願 花願什麼 像阿彌陀佛四十八願 像藥師琉璃光爐來設願 那彌勒菩薩也花願 他花一願 他花完了一願 我用口述 各位你們聽 他說 射我得佛 如果我成佛的時候 我國中之人 國中之人 無有交射 無有交救 交 交 就驕傲的交 救 救 就是這個過錯過錯那個救 無有交救 然後 銀交 銀交 稱 不大 各位什麼叫銀交稱不大 就是說 還有銀交稱 可是 不大 什麼叫不大 換句話說 現在的人很大 到那個時候 到那時候 他的國中的人不大 還是有 有這個習性 可是不大 換句話說 不太起作用 然後 殷勤所惡 十善界 殷勤所惡 十善 他說 若不而者 我不取正決 換句話說 彌勒菩薩成佛的時候 他國內的人民 少有 就是沒有什麼樣的交救 而且 他的銀 貪稱不大 而且能守著十善 他說 這一個就是他成佛的國度 那各位 我告訴你 當我們地球的人民 聽著喔 交救 沒有 交救可慢慢退去了 而且 銀交 稱 不大 而且能遵守著十善業 什麼叫遵守十善業 就是不做貪稱吃 各位 十善的意思就是不 十個不 就叫做十善 你去想想看 你去想想看 我們不 貪稱吃 不殺 不盜 不贏 不妄語 不取口 不兩舌 不餓口 我們都不得 那一個時候 不是你去做喔 是不 這樣子的話 請問 我們這個世界變什麼 變成一個安寧的世界 到那一天 彌勒菩薩 他就會 回歸到 回到 我們沙伯世界來 來幹什麼 來發向成佛 龍華三會 跟著他的人 一例成佛 各位聽得懂不懂 各位那一天會不會到來 會 所以地藏王菩薩本宴經 特別交代 交代兩位菩薩 一位觀世音菩薩 一位地藏王菩薩 有沒有記得 護主這兩位菩薩 你要在地球裡面 你要代替我 在做教化 讓地球的人民能做到 無有交涉 銀交稱不大 然後叮嚀守住十善 等到阿彌多菩薩來稱我 各位不要記得 地藏王菩薩本宴經所講的 那各位 今天我們聽到這番話 我們自己要警惕 我們就是佛眼中講的 觀世音跟地藏王 我們必須要回歸自信 這個才叫地藏王 各位什麼叫觀世音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那各位 為什麼他是慈悲 慈悲 跟阿我們所講的做善事官 什麼叫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你要去觀照 要去政務 政務就通達 所有的眾生 都是我心中顯現出來的眾生 他以我本無悲 你才有辦法 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不然的話 世間上的慈悲 你做不出來 聽得懂嗎 如果有一天你已經發現到 而且不但是發現 而且是通達到 真的我不再懷疑 原來所有的眾生 都是我心中顯現出來的眾生 既然是我心中顯現出來的眾生 所以他與我無和無別 到那個時候 你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才會真正的顯現出來 各位 現在 我們在有限的生命 就是要 學習 兩大菩薩的精神 什麼叫地藏王 回歸我的心地 找到自己的寶藏 我不受到外遇的牽涉 這個叫王 你就回歸地藏王的本質 你跟地藏王本無二 其實你就是地藏王的分身 也可以講你就是地藏王 然後你回歸法性 了解到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為什麼 因為說著眾生跟我本無二 眾生無邊誓願度 後面那句話 是華燕軍的話 自信眾生誓願度 所有的眾生都是你自信的變現 我都要度 為什麼 如果一個眾生不度 你就對不起你自己 為什麼 因為他以你本無二 當你了解到這個 環繞無盡試驗斷 自信環繞試驗斷 環繞是來自於自信的環繞 為什麼要斷 因為它是假的 法門無量試驗學 為什麼 自信法門試驗學 所有的法門 是從自信顯現出來的 當然你要學 學不是每一個都學 你回歸自信 你所有都通達 所有活到無上試驗層 自信活到試驗層 本來你都成活啊 哪有佛也不活 哪有取證也不取證 哪有生死於涅槃 你回歸自信 你當下就是觀世音 你當下就是地藏王 各位你現在的生命周期 做這個 以後你回路成牢 什麼叫回路成牢 你再來投胎一次 為什麼要來投胎 你不捨眾生 你來投胎要藉著 互貪母愛 要藉著由愛為種 要藉著大享為胎 要花生交夠 然後吸引同業 那個當時你大怨心 然後進入父母親的貪愛 然後再藉著父母親 成就你的生生 然後再交眾生 捨去貪愛 你就是菩薩 我這樣子聽得懂嗎 這個叫做回路成牢 回路成牢 不怕成牢 進入成牢 告訴眾生 要脫離成牢 這個叫做 待眾生苦 這個才是 人世間最大的慈悲 這種慈悲 不是世間世間法的慈悲 也不是物質 也不是金錢 而是一種 待眾生苦的一種 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這個才是佛菩薩的今生 當我們能夠了解到這個 彌勒菩薩的精神 你就知道 那個彌勒菩薩 在彌勒大成佛經裡面 他講到 他在欲界天 欲界 他在欲界天裡面 有一個叫多率天 多率天 有一個多率內院 彌勒菩薩 在那個地方 教化菩薩 那各位 為什麼他要素現在欲界天 因為彌勒菩薩清楚 欲界的眾生 要離開恩愛貪欲最難 所以他四線欲界天 就是要教欲界天的天人 包括我們 包括三二道的眾生 要放下恩愛貪欲 從這欲裡面 來修放下貪欲 那個在欲界裡面 不受欲流的影響 而偷離欲流 所以他就把 他的天天堂 就像積樂世界一樣 各他拿 就把他設在了欲界天 有他的用意 因為欲界天的眾生 要偷離欲最困難 所以他就選擇了這條道路 那個這條道路裡面 很多人發願 發願要回歸欲界天的 彌勒內宴 那個有關你彌勒的思想 在印度大乘佛法裡面 各位兩位菩薩最為提倡 一位叫做無左菩薩 那個無左菩薩是什麼 為什麼他叫無左 請各位聽著 這個有他的用意 因為欲界天充滿的欲流 充滿的欲流 彌勒菩薩設在欲界天的 彌勒內院的意思 是呢 處在欲流的世界 而不足欲流 所以 這一名菩薩 各位 我們把它稱為叫做 無左菩薩 一個歷史上真正的人物 所以他的無左是這樣子取名的 無左菩薩在定中的時候 他就回歸了彌勒內院 聆聽彌勒菩薩講經 然後他寫了一篇論 這篇論當然是彌勒菩薩的主軸 可是他把它變成了文字剝蕾 這部經這部論很著名叫 余穴絕斯蒂論 所以余穴絕斯蒂論 很多人講 無左菩薩住的對 無左菩薩就聽彌勒菩薩講道 那各位 無左菩薩有沒有問 無左菩薩如何在定中路彌勒內院呢 那各位想想問你們一個問題 彌勒院在哪裡 彌勒院在我們的心裡 就像西方極樂世界在哪裡 在我們的心裡 所以叫為心淨土 自信彌陀 為心多帥內院 為心彌勒淨土 都一樣 這位詞士 各位知道 余穴絕斯蒂論 叫做為是論 為是論 為是論的主軸 叫做為 是 唯有是 無盡 各位 這個是余穴絕斯蒂論 簡單 明瞭四個字 做總結 我們都在講宇宙的一切是什麼 萬華為心 一切為是 是就是心 各位了解嗎 信 心 是 它是一體 一體 性 產生心 本來無心 欲盡產生心 心裡面產生是 所以萬華為心 萬華為事 一切為心所現 一切為事所變 心是現 事是變 各位你就知道 那各位 為事 只有事 其他都假的 只有事 無盡 什麼叫無盡 所有的盡 全部都是幻象 全部都是幻境 各位就是 無左菩薩 從彌勒菩薩講的 所以各位我們知道 原來無左菩薩 我們可以講 他是彌勒菩薩的分身 也可以講 他就是彌勒菩薩 那各位 無左有一個弟弟 叫 世青 這兩位太重要 這個是佛教 有沒有傳入到中國來 以前 大乘佛法 各位從這兩位 為事學從這邊開發出來 世青菩薩也稱為 叫天青菩薩 世青菩薩 本來以小乘為主 就是呢 我們講的二乘 可是講的二乘為主 就是他駁斥了大乘思想 最後當他來通達真相的時候 他非常的後悔 所以他告訴他哥哥說 我違背了大乘 大乘才是佛的本意 所以他想 因為他以前 他要用 拿刀子 要把他舌頭割掉 因為他要來 除這個過錯 他的哥哥無左跟他講 世青啊 既然你用你的舌頭 毀放大乘 為什麼你不要用你的舌頭 來轟送大乘呢 各位天青菩薩 接受哥哥的建議 他心生歡喜 以後的天青菩薩 他很多著作弘揚大乘 其中還有一個故事 天青菩薩 他要弘揚大乘 他崇拜彌勒 崇拜彌勒的為宿 所以他在深山修行 他的目標只有一個 他要以彌勒菩薩為尊 要彌勒菩薩現身 來讓他產生信心 就經過好幾年 彌勒菩薩沒有現身 所以他準備下山 準備下山 各位聽著 這個都是錶法 他看到有人要移一座山 要把一座山移到另外一座山 他就告訴他自己 世間人 竟然有人有這種毅力 要移山 為何我還沒有見到彌勒菩薩 為什麼要下山呢 所以他在回山修行 一段時間 他又沒有見到彌勒菩薩 他在下山 各位這個是錶法 看到有一個人 要把一個鐵塊 要把它磨成針 各位就是這個故事 可是他說 既然世人 可以把鐵塊磨成針 為什麼我不修行 而見彌勒菩薩 所以他又回去修行 修行一段時間 他們又見彌勒 他又下山 下山又看到一條狗 這一條狗 能能活著 可是四隻腳 已經沒有了 而且腐爛 虎爛有很多蟲 開始呢 各位 這個虎爛的肉 很多蟲 來吃這些肉 那個狗很痛苦 在那邊叫著 世青菩薩 為了展現迷樂的詞 他把狗抱起來 不忍心傷害到蟲 所以用他的舌頭 舔的蟲 一方面讓蟲不受傷 一方面來讓狗 免於受苦 這一種沒有任何條件 完全是自信心的功德 產生的慈悲心 只為一條狗 在這剎那 這一條狗 變成了彌勒菩薩 天清跪拜 彌勒啊 我天天要見你 我修行那麼久 見不到你 為什麼我今天 對這條狗這樣子 你獻出來 彌勒菩薩告訴你 他 你不管你以前什麼真心 都還是攀緣心的忘心 因為你還有一個想見我的心 你不知道 迷樂心就在你的本心 當你對狗這麼做的時候 毫無外在的理由你這麼做 就是你本心的顯現了 你本心顯現了 當然迷樂就出現 各位 從這個地方 我們更加的了解 所有不管佛教的哪一宗 只要這大乘佛法 全部都是為心所限 既然要為心所限 道理 原則 一定要先觀法界信 所以華焰金的那句話 不要忘記 若人欲了之 三世一切佛 因觀 法界信 法界信就是法信 就是我們的一真法界 就是我們的本心喔 一切 為心造 所以各位 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 明樂波嵩要出來了 他問的是劍法 可是劍法 要回歸頓法 而這個劍要回歸頓 而這個劍的過程裡面 就是要除去欲 所以他就視線欲界天的多率內宴 就是要讓欲望最重的六欲天 欲望最重的沙伯眾生 能夠除去欲 然後叫回歸什麼 為事無盡 什麼叫為事無盡 什麼叫為事無盡 原來一切的欲望 一切的愛 全部都是幻化 一切的輪迴 全部都是幻有 這個叫做 彌勒菩薩的大詞 也等於是觀音菩薩的大悲 他待眾生苦 身為眾生的名師 要讓眾生了頭生死 所以這個時候 彌勒菩薩 當初來要問這些問題 這是這樣的安排 這樣子聽得懂嗎 好 那各位當我們聽得懂 士卿武卓提倡的為事學以後 又傳到中國 請各位聽著喔 中國對提倡為事學的 各位我們知道有三位高僧 第一位道安和尚 哇 這個是 浮屠城的弟子 慧遠大師的老師 慧遠大師是淨土中的第一代祖師 提倡往生西方淨土 可是他的老師道安 卻提倡往生什麼地方 迷樂內宴 各位你看喔 可是 你會說師徒之間不一樣 其實目標一樣都是淨土 都在哪裡 都在眾生的心裡 各位知道嗎 那各位 你說都一樣 那又要去哪裡 看各位的怨 如果你要榮華三會 跟著彌勒菩薩到地球來成活的 你就花怨彌勒淨土 如果你羞恥的一心不亂 各位成為阿必拔助 要去西方極樂淨土成活的 你就跟隨著彌勒淨土 所以彌勒淨土成活 在彌勒世界 那個你要隨著彌勒菩薩成活 在沙佛世界 那個不管彌勒成活的沙佛世界 還是彌勒成活的彌勒世界 可不要忘記 所有一切都在你的心裡 就看各位你們的願力 所以各位今天講到這邊 我們講的彌勒大法 彌阿彌陀進以外 我們今天藉這個機會 彌勒三心裡面 有提出了一道 回歸淨土的要道 就是彌勒淨土 那你說彌勒淨土要怎麼去 阿彌陀念阿彌陀阿彌勒 就是念你心裡面的慈悲喜者 就是念你心中的彌勒 一樣的道理 只是你怨不一樣而已 好 那個當我們把這邊 你各位更清楚的彌勒菩薩 這一段話以後 我們現在來回歸到文字 來看善男子 去看子群看文字喔 菩薩我以大悲方便 什麼叫大悲方便 大悲就是大慈一樣的話 因為慈跟悲兩者不離 一個叫無緣大慈 一個叫同體大悲 無緣才叫做同體 不聽懂嗎 為什麼 都是我心中顯現出來的眾生嗎 心中顯現出來的眾生更有沒有緣 所以無緣不是沒有緣 而是什麼 緣與緣皆無相干 這是你心中顯現的嗎 露諸世間開發威物 各位身為一個菩薩 他要回入成勞 就是以大悲方便 然後露諸世間開發威物 什麼叫開發威物 就是藉著父母的恩愛 沒有父母的恩愛 我們就沒有辦法來投胎嘛 來投胎了以後 藉著父母的恩愛 然後再來告訴眾生斷除恩愛 所以叫做開發威物 開發這些 教導這些還有恩愛的眾生 為什麼還有恩愛 因為他認為身心是身 身心是實 所以露諾菩薩 告訴我們 我們回入成勞以後 要用文詩字普弦形 然後來教導開發威物眾生 讓他了解恩愛參與 一切都是幻象 那乃至視線種種形象 各位到地球來 視線西地球的形象 那各位 講到這邊 就關到土門餅 眾生以核生得度者 極限核生 為之說法 而視線種種形象 順利境界 不只只有在順 而且在逆的境界裡面 與其同事 而劃令成果 什麼叫同事 跟他在一起 跟他生活在一起 跟他所有的順利在一起 然後來讓他開發威物 讓他能夠把佛性讓他顯現 那為什麼能夠這樣子 這個都是因為無死親近願力而已 而不是因為恩愛貪 不是因為恩愛貪欲 是因為無死的親近願力 各位聽得懂嗎 而這無死親近願力在哪裡 各位眾生本據是他迷了而已 各位我告訴你 當你開悟的時候 你會不顧一切的 想帶眾生苦 是誰教你的 沒有 你自自然然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麼做 因為你要開發威物 為什麼你要開發威物 因為威物的眾生 與你是同體 各位你已經證悟到 原來說的眾生都是我心中顯現出來的幻影 他與我本無二 本要懂喔 這太重要喔 所以為什麼大乘經典要一直聽 一直去開發自己的佛性 讓佛性得到圓滿 再來看下一頁 若諸莫視一切眾生 以大圓絕起增上心 可諸唷 這邊有兩個字莫視喔 為什麼是莫視 換句話說 現在佛陀告訴我們 彌勒菩薩告訴我們 如果你發願你要成為最後一次眾生 你發願喔 要告訴自己 我要成為最後一次眾生 叫莫視眾生 你就要花菩薩清淨大願 你就要花這個願喔 現在當下各位要花這個願喔 花什麼樣的願 第一個 願我今者祝佛言訣求善之事 什麼叫祝佛言訣 就是認得性 誰流認得性 你現在身在這世界 你要學這個世界的園 不管你屬在世界的什麼園 認得性 就是保住佛性 保住原有的佛性 認得性 要知道眾生本有佛性 而這個眾生本有的佛性是什麼 是圓絕 是圓滿絕性 毫無缺失眾生本具 所以各位 你要了解還有一個公案 各位大家知道 在唐末 有一名叫大諸和尚 他寫了一部叫頓悟 路道要門 哇各位這個是他的居住 影響到今天很深 各位這個是傳宗路裡面 傳燈路裡面的一位高僧 看他的準沒有錯 因為這些都是大徹大悟的抉擇 各位到諸和尚 各位到諸和尚 他本來 是越州人 那個他到北方 信見馬祖道義 禪師 各位大家知道馬祖 他問馬祖道義說 師父 我今天到你這邊來求佛法 馬祖告訴他說 我這邊什麼都沒有 哪有佛法可得 哪有佛法可得 那個馬祖道義講的這方法以後 各位這個時候的大諸和尚 他又講 大諸就匯阿和尚 他又講 你這邊沒有佛法 大家都說你這邊佛法鼎盛 為什麼沒有佛法呢 各位馬祖道義看他問得殷勤 他就回答 他說 你遠道而來 拋家散走 因為古代從南灣到北方 不是一天行程可達 或許要繳幾天 所以你拋家散走 自家保障不顧 你受何意啊 大諸聽完又說 自家保保障不顧 何者是自家保障啊 馬祖道義說 你現在問我者 那一個就是自家保障 本自具足不假外求 各位大諸聽完又跪下去 師父我誤到了 原來我自己本具的 我自己本具了 彌勒我自己不知道 我自己本具的彌陀 我自己不知道 各位注意喔 講到這個公案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 因為到我們中國來了以後 彌勒菩薩的視線 在中國歷代出現多 除了道安提倡的彌勒以外 玄奘大師 最後往生彌勒內院 還有他的弟子 葵姬大師 這個都是維世學的 各位不要忘記 唐朝的白居易 也是回歸彌勒內院 還有 魏晉南北朝 梁武帝時代的 傅大師 是彌勒的化身 傅大師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跟馬祖道義告訴我們 一模一樣 活在哪裡 天天報佛免 朝朝來錄起 所有一切都正相誰 如形影相似 最後 你問佛去處 佛就在哪裡 指這 指這 與身是 你會講話 會聽的 這個就是你的佛啦 佛就在這裡啦 沒有佛性 你怎麼起作用 各位 大諸聽完以後 他就自動的留在馬祖道義的旁邊 六年 而當他的使者 六年過後 他再回家鄉 最後寫了 頓悟路道要門 這一本 論路路道要門 寫完以後 有人拿這個 給馬祖道義看 馬祖道義看了以後 講了一句話 此人即是大諸 就是大諸 圓明光照耀 毫無瑕疵 馬祖道義說他是大諸 就枉無名諸 從此以後 他就被人家稱的叫大諸和尚 各位 所有的公案所顯現的 彌勒菩薩的化身 佛大士所顯現的 全部 都是自信的功德 全部都是法界 佛大士的 祭 我們要去悟 有沒有記得有一堂課我講 空手 把鋤頭 步行 騎水流 人從 橋上過 橋流 水不流 到底 他在講什麼 請各位注意 你悟出了這些記憶的道理 不管你悟什麼 只要不離開法界 什麼都對 不管你這個記憶裡面 你寫了多少 如果離開法界 什麼樣都偏離 所以這個記憶你可以講空有不惡 這個記憶你可以講不變隨緣 你可以講隨緣不變 你可以講真心真空妙有 你可以講妙有真空全部都對 可是我講的這個 如果離開法界的話 這些誤觸 你用語言文字講出來全部都不對 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呢 十二大菩薩一來問 雖然有頓跟箭 可是唯一一點不離的 就是不能離開本心 所以各位為什麼每一堂課都入法界觀 為什麼說的大乘我吧 絕對不離開法界 離開法界稱為叫外道總性 所以各位當我們了解到這邊的時候 第一個發願 要願我不能離開法界 不能離開法界就是 祝佛原覺 能夠求善之士 這個善之士是什麼 就是有法界觀 入法界的菩薩 稱為叫善之士 而且不能足外道具 而成 各位這是第一個發願 有願必成 當你這樣子發願的時候 你的自信功德 就能發出了訊息 來吸引自信功德 入法界的菩薩 來跟你認識 各位不要懷疑 所以莫足外道具二秤 外道跟二秤 各位莫足 為什麼 因為外道具二秤 如果進去 我們有個不定總性 你跟他走的時候 你就會往那個方向走了 所以發願以後 然後醫院修行 間斷駐障 醫院修行的 院修行 什麼叫修行 就是回歸自信 在日常生活修行 各位聽懂嗎 然後呢 建除惡障 各位這惡障是哪惡障 最重要是什麼障 禮障 再來四障 禮事無礙 然後呢 仗盡願滿 便登 洩托 親近法電 各位不要懷疑 當你惡障已斷 不要說已斷 惡障已除 不 你已經入了菩薩總性了 入菩薩總性 入究竟成我就不遠喔 好 那個正大元絕 莊元妙成 佛跟弥勒菩薩的對話 最後 他告訴弥勒菩薩 就告訴我們 要花葬的願 花什麼的願 回歸法界的願 當你花回歸法界的願 這願力一出來 那個外道總性 外道以及二秤 你就遠離了 為什麼遠離 因為外道跟二秤 不入本心 好 那各位 當我們這邊清楚了以後 接下來看下一頁 爾時 弥勒菩薩 欲重宣此意 而說祭言 好 現在 最後 師姐把這個祭 給念圓滿 彌勒辱當之 一切諸眾生 不得大解脫 皆由貪欲固 墮落於生死 若能斷真愛 即與貪嗔痴 不依差別性 皆得成佛道 惡障永消滅 求師得正悟 隨順菩薩願 依止大涅槃 十方諸菩薩 皆以大悲願 世限入生死 現在修行者 即末世眾生 情斷諸愛見 便歸大圓絕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最後 我們把祭語 再做一個說明 世尊 從欲 從宣此意 而受祭言 所以你們會發現到 佛的教法 是一次一次的叮嚀 好 他說 彌勒 努當之 各位聽到這邊的時候 各位要知道 我與彌勒本如二 彌勒努當之 回歸自信 當下如是我聞 好 一切諸眾生 不得大解脫 都是由貪欲固 就是因為貪欲 包括貪愛虐盤 包括貪淨 乾淨的淨 也是屬於貪 好 再來 因為有貪 所以落落於生死 若能斷生愛 即以貪生吃 不因差別性 皆得成佛道 如果你能斷貪愛 不會因為你是哪一種種性 你一定成佛道 一定會成 因為斷貪愛 從兩外面斷 當你了解 理上的貪愛是什麼 你事實上的貪愛 才能斷的斷除 好 那個當我們清楚 惡障勇消滅 再來 下一頁 求師得正道 誰順菩薩院 所以 需要善之士 所以各位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 如果沒有善之士 你是以外道總性 你就成為外道總性 所以要求善之士 而這個善之士 就是得正物 重點在正 因為善之士叫善 善就是正 正跟善的意思 什麼叫做正 初世間叫做正 初世間 不是離開世間 而是 什麼 使不被世間的環靈所干擾 世間的環靈 我不知道所干擾 為什麼你不知道所干擾 因為你入法界 法界 法界 就是眾生的心 從法界看世界 各位普薩 請問你們 法界看世界 所有的世界 都是什麼 法界 它都是幻象 都是影像 各位能教你這樣子的人 才叫善之士 他不是教你世間的這一切 其實教你世間的這一切 也是要為了你入法界 而教你世間的這一切 我不是以世間的這一切為主 所以各位你要去辨別 不然的話 會落入外道 及二乘 那各位 當我們得的證物 就是入法界 隨順菩薩院 依止大涅槃 大涅槃 就本心 什麼叫大 無遮眼 無遮眼 就是我們的本心 它完全無障礙 十方諸菩薩 都是以這樣的大悲願 什麼叫大悲 因為既然長成一個大了 就是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不是世間的慈悲 而是入法界以後 所有的眾生與我都是一體 當你入法界的時候 你了知所有的眾生 都是我心的變現 各位這個叫大悲願 然後你在視線入身世 視線來入世界 來教世界的眾生入法界 所以現在修行者及末世眾生 情斷諸愛賤 各位什麼叫愛賤 諸有 愛賤就叫做生賤 諸有 各位 我們正常講 我們的第七意思 以四大煩惱長相隨 最大的煩惱就是生賤 什麼叫生賤 一直誤認爲 身心是石油 所以從文書普賢 普眼普撒到金剛杖 一直在講 身心患購 身四大甲合是空花 心六成圓影是第二月 第二月叫水中月 一直告訴你 這是經典的話 各位這樣聽得懂嗎 一直要破生賤 為什麼要破生賤 就是破愛賤 愛賤不破 各位 你永遠沒有辦法斷輪迴 不管你說你苦修多少 有多少神童 做多少善事 還是在輪迴裡面 那個生賤一破 怎麼破 不是讓他沒有 他本來會存在 因為他是誰原生誰原妹 直到原生原面的當下 我說即是空 什麼叫空 假的 患有的 不可以執著的 各位這個叫情斷諸愛賤 各位可以這樣子的話 這又只有一句話 哪一句話 非煩不昧 回歸大元節 你一定回歸本心 各位 這個是佛陀告訴弥勒菩薩的話 這是講劍化 劍 劍刺的劍 可是最後是回歸頓化 各位 第五位菩薩 彌勒菩薩這邊 我們就把它圓滿了 希望各位這一堂課 我們把彌勒菩薩的這個內容 全部 各位 因為他的面容不長 這一堂課 各位 我們二十一講 從頭到後 全部就把它很清楚很明瞭 從眾生為什麼沒有辦法斷輪迴 就是因為在恩愛貪欲 恩愛貪欲會產生了三二道 連天秤 以及升文秤而已 因為你還有一個愛 接下來 告訴我們 我們的環擾有哪幾種性 五種種性 而修辭 各位有幾種 有幾種 就是要破二障 禮藏跟四障 禮藏四障都還在 環呼 破了四障二秤 禮藏一破四障必扶 這個是菩薩種 到達一段的時候 你就成佛 那個這個必須要善之士 必須要明師 而這位明師 這位善之士 一定要入法界 這個叫做求師的證物 證就是入法界 最後 菩薩回入成老的時候 他是用什麼方式來做 他是以他的大悲願力 要讓眾生 視線 叫眾生 要忍除貪愛 要讓路眾生 路法界 你在度眾的當下 度生的當下 立志 立他的當下 就在自立 所以菩薩用什麼方便 用同事方便 跟拿這些眾生在一起 同出現在同個世界 而告訴眾生這番話 當你自立的當下 就在立他 第五位菩薩 把他圓滿 把他結束了 希望各位 藉著這堂課 藉著這一個二十一講 可以完全明瞭 彌勒菩薩的用意 好 今天我們的課程到這邊 結束 阿彌陀佛 感恩